嗨,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到一人食堂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料理是越南春卷 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越南春卷皮 10克的米粉 15克的生菜 50克的紫甘蓝 35克的黄瓜 30克的红萝卜 各30克的三色灯笼椒 40克的毛豆 35克的花生酱 10克的黑糖蜜 1茶匙的五香粉 1茶匙的胡椒粉 10克的枫糖浆 5克的麻油 20克的米醋 20克的酱油 首先,将热水倒入米粉里 用热水烫大约10分钟 也将热水倒入毛豆的碗里 用热水烫大约10分钟 热水烫大约10分钟 10克的热水烫大约10分钟 剥开纸甘蓝 然后将纸甘蓝切丝 放入盘里 备用 1个月 20克的麦包 3克的牛肉 1克的辣椒 羽毛 1克的鸡肉 2克的油 1克的大约 1克的砺醋 0克的小火 1克的水 1克的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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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克的小火 3克的小火 2克的小火 将黄瓜头尾去除,然后用抛销刀,销出长条薄片 再用抛销刀,把红萝卜去皮 一样用抛销刀,销出长条薄片 然后再将薄片的红萝卜切丝,放入碗里备用 薄片 来了几下,拌刀,销 蛋黄椒对半切,去除种子,切成长条状,放入盘里备用 切成长条状,切成长条状,切成长条状,切成长条状 切成长条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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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长条状 也将浸泡米粉的热水倒掉 现在将春卷皮放入常温水10秒左右 感觉到春卷皮软了后 就马上拿出来放在盘里铺平 在春卷皮上放适量的米粉 三色灯笼椒 生菜 黄瓜 红萝卜 紫甘蓝 和毛豆 然后将馅料卷起来 这样我们的越南春卷就做好啦 现在我们来制作酱汁的部分 首先将10克的黑糖蜜 一茶匙的五香粉 一茶匙的胡椒粉 倒入花生酱的碗里 倒入花生酱的碗里 再放入20克的酱油 5克的麻油 5克的麻油 10克的枫糖浆 搅拌均匀 和毛豆腿 像汁小拌均匀后就可以摆盘上座啦 今天我的越南春卷就学习到这里啦 这道料理有别于我们平时吃的春卷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饼皮 这个饼皮是用稻米磨酱而制成的米皮 这个米皮它本身就是有点黏黏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黏黏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用生菜包裹着这个春卷 蘸酱来吃哦 这个酱是我们自己特调的酱 如果你吃了过后觉得不够酸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蘸柠檬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想要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料理 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会足够我们最新的动态 我们下期见 bye